大家好,我现在天安门东 今天带朋友们去看一下天安门 因为这个地方我能进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走,我们边走边看 看一下这条路就是著名的长安街 哇塞,这条路真的是相当的宽阔啊 对面看到的就是国家博物馆 你看一下那个进去的人有多少 那想进去可不容易啊 要预约很多天才能进得去 我以前进去过了,那里面就不进去了 我们往前走啊 前面那块最开阔的地方就是天安门广场 我以为我能走到天安门跟前去呢 没想到进不去 还必须要提前好几天预约才能进得去 现在那只能走了,进不去啊 这我还真是弯弯没想到 沿它的附近里都过不去啊 太严格了现在 现在这个地方距离天安门大概还有500米左右 但是就已经戒严了 你根本就进不去 长安街一路公交车 我四年前坐过这个车 走长安街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往这边走吧 这条路叫蓝池子大街 我以前也走过 那就往这边走吧 这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天安门广场480米 城楼430米 故宫博物院我们往这边走吧 那边是进不去的 就顺着这个蓝池子大街 我们往前走一走看一看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他是和我一样的 到门口就只能远处的看一下 连天安门他都看不到 就只能远路返回了 根本进不去啊 我四年前那时候来的时候 他管的也挺严的 但是只要你检查一下就可以进去的 现在是想都不要想 都是那些专家想出来的点子 到哪里去 预约不预约不让去 你没办法吧 行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一走看一看啊 因为这条路的话是在故宫的旁边 这条路叫蓝池子 我记得还有一条街 是在他的另外一边 也有这样一条路 老胡同路 非常的有年代感 今天下点小雨 然后太阳是完全躲起来了 温度也算是降下来了 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至少不像前几天那么闷热 空气质量的话仍然不行 他这个想要空气质量好的话 必须那种强降温 一下子把那个冷空气来 把那个雾霾给他吹走 不然的话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没办法 现在找了个共享单车 我们就往前走 那看来这个五门也看不到了 本来我还想着天安门看完去看五门 还有中华门 还有东华门 现在这些都看不了 那么故宫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看的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角楼 角楼它是在最最美的那个角楼在在哪里呢 就是你面朝天安门 那个右上角 那个就是最美的那个角楼 我今天去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进得去 理论上来讲 那个应该是可以 可以的 但是到底行不行 等一下我到了才知道 因为那个我昨天从那边路过的时候 那边也是管得非常严格的 都是武警在那里站岗 持枪站岗 所以说能不能靠近的话 这就不好说了 哇塞 这条路相当长 幸亏我找了个车 这要是不找车就完蛋了 你看一下这些人 都在走路呢 从天安门那边一直往这边走 因为这段路的话 大概有一千多米吧 一千五百米左右 走路呢 就是说 也行 但是最好还是找个车起 因为出来玩的话 这样玩一天 要走很多很多路 累啊 现在走的这条街 是东华门大街 这一块的地方 游客也是比较多的 我来看一下 等一下要去 看看能不能到东华门跟前去看一下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等一下去之前 最好先找个地方吃个饭 不然等一下 这附近吃饭可不好搞啊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谢谢 谢谢大家